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4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为进一步遍立中外人员往来 本着科学精准 安全有序的原则 中方将进一步优化 远端检测安排 毛宁表示 自4月29日起 所有来华人员可以登机前48小时内 抗原检测 代替核酸检测 航空公司不再查验登机前检测证明 同时 提醒出入境人员做好行前自我健康管理和监测 严格遵守中国及当地的防疫要求 确保健康出行 愉快旅行 平安回家 中方将继续根据疫情形式 科学优化防控政策 更好的保障中外人员安全 健康 有序往来 美国政府将建立一个由先进计算机芯片设计和工程设施组成的网络 计划焦点是赤字110亿美元用于研发 以增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美国商务部设想 这一国家芯片技术中心将涵盖全美多个新技术站点 与学界和行业伙伴一道 推动产品创新和人力发展 政府的目标是在年底前令该中心启动运行 计划的目标包括在美国生产最新的半导体技术 缩短从设计到生意化的时间 并培训技术人员 工程师等人员 其旨在聚焦整个行业的利益攸关者 包括芯片设计人员 大学和社区学院 州和地方政府 制造商 工会和投资者等 美国商务部4月25日将发布一份报告 阐述该中心的愿景和战略 26日将为一个甄选委员会征集提名 该委员会将选定一个受托人委员会 来设立这一中心 并独立于商务部运行 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该中心将是一个独立非盈利性机构 从而能够得到业内企业的信任 被视为一个受科学驱动的中立组织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TI·布雷顿4月25日表示 从今年8月起 亚马逊的第三方市场Marketplace 苹果的Apple Store应用商店 以及其他16项互联网服务将受到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约束 其他16项服务分别为在线预定网站Booking.com Facebook 谷歌地图 Google Play应用商店 Google搜索 Google购物 Instagram 领英 Pingstreet Snapchat TikTok Twitter 维基百科 YouTube 微软必应搜索和Zalando 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规定 这些越活跃用户超过4500万的公司 都被要求进行风险管理 进行外部和独立的审计 与当局和研究人员共享数据 布雷顿表示 他们认为这19个在线平台和搜索引擎 与欧洲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并承担着让互联网更安全的特殊责任 总体而言 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将迫使科技巨头 采取更多措施来处理非法内容 否则将面临最高相当于其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 中国自然资源部4月25日宣布 中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这意味着经过10年努力从分散到统一 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 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覆盖所有国土空间 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建立 自然资源部表示 目前全国约有3000个大厅 4万个窗口 每天为40万群众和企业提供各类登记服务 累计颁发不动产权证书7.9亿多本 不动产登记证明3.6亿多份 此外 2000多个市县同步颁发电子证书证明3.3亿多本 土地 房屋等不动产是企业和群众最普遍 价值最高的财产 通过不动产统一登记可以明晰产权 避免企业和群众权益受损 据了解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还积极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登记难问题 共解决了1100多万套房屋办证问题 汇集2600多万群众 另一方面 购房者比较关心的是 该政策是否是房产税或房地产税开启的信号 对此 有专家表示 不动产统一登记后 房地产税等工作开展会更加顺畅和容易 但不能简单理解为要征收房地产税 中 letter 挂住 中文字幕 与清词 中文字幕 穆英文字幕 支持 台湾 中文字幕 第40节目 下文字幕 popul转发生